大家好,有着日本最强四名跑者最称的创列优惠,以拼命三郎式的跑法,以及他以全职商班族的身份,击败一种职业或班职业跑者而闻名。 而他生涯更已经拿过一枚亚运辉马拉松铜牌,一次东京马拉松日本冠军。 马拉松两小时气氛台等的成就,不过生涯最厉害的,主要是在2018年时,击败了一种非洲跑者而包冷在波士顿马拉松夺冠。 在2018年4月26日,是2018年波士顿马拉松的举行日子,这一年的天气跟网林非常不一样,因为当天气温非常寒冷,气温只有湿度,而且下着雨,是非常寒冷的比赛,不少选手在起跑线等待时都涩涩发抖。 比赛起步后创立又会立刻冲了出来,主播还以为他只是一些冲镜头的路人而已。 前五公里即便非常多上下波,但他仍然于15分一秒完成。 虽然在10公里时,已都被后面的大集团追过,不过很快就追回了第一集团。 在15公里时下起了暴雨,内人举步难行,而且随着时间推移,不少选手都在途中失温。 之后第2树甚至是退赛,创立又会在内的第一集团,以65分59秒通过半码。 在25公里走创立又会尝试加速甩开第一集团,虽然曾再次领先,不过很快就被N1A team的Jeffrey,Kiwi反超。 并且Kiwi之后大幅领先创立又会,不过Kiwi在35公里过后就不断掉输,反而创立又会不断加速。 在40公里时明显看到Kiwi掉到像漫旁那样,而在后方不远处的创立又会则每一步都强而有力,似乎很大机会再反超。 而在不久后创立又会追回第一位置,而同时又下起了暴雨,不过丝毫没有动摇创立又会夺冠的决心。 最后以2小时15分58秒,成为31年来所谓在波士顿马拉松夺冠的日本人,真的非常疯狂。 而更夸张的是第二名的Jeffrey,Kiwi以2小时18分21秒完成,足足抛离了2分23秒。 创立又会在颁奖时忍不住落泪,因为身为一个没有赞助的业余跑者竟然能在世界六大马赛事中夺冠。 证明了比常人付出更多的努力没有白费,而且在波马上夺冠是他最后转为职业跑者的转捩点。 首先是他取得达15万美元的比赛奖金,解决了不少出国比赛,生活开销方面的问题。 而且夺冠后也令他名气大增,得到不少赞助机会。 而他也于2020年辞掉公务员的工作,正式成为一名全职运动员。 这场比赛后除了未创立又会在世界上打响名堂外,还验尽了在极端天气下比赛,会带他增加大热选手被翻盘的机会。 当时的大热选手,其实是第二名的Jeffrey Query。 他从3000到马拉松的成绩,都是屌打创立又会的。 不过这些成绩,都是在正常天气下跑出来。 在极端天气下的身体那瘦度,恐怕没有特别突出。 而且穿年约会那时刚好不断报名跑一些严寒的马拉松。 在2018年年初时,参加了美国Marshfield跑者新年入马拉松。 比赛当天气温是零下17度,最终以2小时18分59秒夺冠。 要注意的是马拉松最舒服的温度是10度。 在低了27度的情况下跑,每呼吸一口气都是煎熬。 可见他的耐寒能力及一支流多强。 再加上他是一位每场比赛都会全力以赴的选手。 所以这也造就他成功在2080的波士顿马拉松风亡。 从他的故事可以看出即便身体素质不及非洲选手。 但是通过努力是可以弥补两者之间的差距的。 现在的窗内优惠,已经36岁了。 但状态仍然处于巅峰。 他的马拉松最佳,是在2021年的琵琶湖马拉松,以2小时7分27秒创下的。 而在今年年初的大阪马拉松,跑出2小时7分35秒。 不排除他会在40岁前,仍能打破个人最佳。 那也希望他在剩下的职业生涯可以再创高峰吧。 不知道大家对2018年的波士顿马拉松,或对我今天影片有什么看法。 也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区留言咯。 那我今天的影片就先来到这边啦。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的话,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,按赞并且分享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